左沙门 不当窥视经界 这个沙门 出家人称沙门 在家人也是沙门 沙门是什么意思 勤修戒丁慧 熄灭贪嗔痴 就叫做沙门 所以沙门是修行人 统臣 他正干的 不论在家出家 可是 佛教传到中国来 在印度 不论在家出家 不论是佛教其他的统教 只要是真正修行人 都称沙门 它是个普通名词 佛教传到中国 那就是中国出家人 变成他们的专有称呼 但是有一些居士 也称沙门 那沙门真正修行人 不应当窥视经界 这意思是什么 真正修行人 不能不读戒 不能不吃戒 就这个意思 无论在家出家 金界重要啊 戒在哪里 戒在金里头 任何一部剑 里面都有戒 那我们这一部剑 可以数 48品 每一品都有戒 发菩提醒一厢专念 这是戒 特别讲戒律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这几品 全部讲戒律 五戒十三 夜阴苦暴 我们尽忠 早晚阔 特别把这一段经文提出来 作为晚阔 必须读诵的经文 三十二到三十七 早阔 就念48月第六品 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取出来 作为我们的早晚阔 重要啊 早阔 注重在幸运 晚阔 注重在忏悔 读这一段经文 天天对照 我今天一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没有 违背佛陀的教会 这叫真一修 叫真干 还嫌 还满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